走进大开元寺,感受千年历史文化,揭秘最容易被忽略的诗与误,讲述开元寺的传奇故事。 天降紫云盖地,致使殿前一千三百余年,种草不能繁殖,此地故称紫云。 不如大殿,桑莲法界与东西双塔成品字布局,雄伟壮观,震撼非凡,在桑莲法接殿前台阶上发现了只蜈蚣。 据说这与郑城宫大有关系,大雄宝殿其实是郑城宫的父亲郑之龙捐献修建,为了保佑儿子出海祈福,受高僧指点。 在大雄宝殿重建时,放下两条蜈蚣置于地基以镇邪,于是就有了这个蜈蚣图案。 其二说法是,当时大雄宝殿重修时,上梁一直上不去,有人指出,开元寺的玄址正当一个蛇学位, 建议从风水学上刻之无公正一下,据说,最后这上梁还真的上去了。 不管是哪种传说,真到了开元寺,可以让你细细品味的景致还有很多,总会让你错过这不经意间。 然而,关于开元寺,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,也或许,很多人只是想去那静静地走一走, 绕一绕菩提树,闻一闻寒酒花香,看一看数不来的百住店。 花开花落,人来人往,时间不停,香火不止。